镇长陈东木随着所有环保志工的脚步一同来到堤防边 进行清扫工作 有人扫地有人清除杂草 大家一同对于自己居住的环境尽一份行李 政府有意义 我第三社区 来这里做一个宽布的 要让我们河川的 大家都宽布的问题 河川的问题都要让大家本所谋毋毕丹 我们在竹山政工所清洁队这边 当然了七组的义工队 包括有竹山 美姿 包袱 中和 中旗 还有竹山梨相关的这样七个社区 总共有三百多位的义工好朋友 一起来这边办理静体的一个活动 为推广环保观念 并且呼吁证明爱护河川 不随意乱丢垃圾 竹山政工所特别号召 镇内超过两百人的环保志工 来到勤结队前进行静体清扫活动 希望呼吁大家能够一同来爱护 并维持竹山政的好环境 我们希望说既有这样的一个宣誓效果 能够达到全民大家共同要守护河川 爱护河川的这种举动 不要随手乱丢垃圾 我们平常的话在路边丢垃圾 从小河流流到大溪流 流到大河川流到大海 希望说大家就有这样的一个 环保的一个举动 我们今天动演了这么多人 来做这样的一个宣誓效果 除了静体清扫工作 现场也针对塑胶 玻璃 费电池回收的观念进行宣导 希望提醒民众 平常仍要注重环保回收的好习惯 用实际行动来爱地球 记者静扫线采访不到 竹山环保医工队 赞